大家好 各位早晨 我發現有一齣電影是很好看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超好看 我對上一齣電影 我看完之後覺得這麼滿足 覺得這麼好看 《The Trials of the Chicago 7》 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這齣電影我是相當推薦 但是因為我是十分推薦 所以我概念他的故事 我想不講太多 因為我是很推崇 你去找這齣電影來看 但是我可以講一下他的主題是說什麼 他的故事大概是說那個女主角 當他以前 是很多年前的 應該是 很多年前當他讀大學的時候 他那個朋友 他的一個同學 他的老死 就是被人性侵 經過那件事之後 他那個朋友整個人變了 無論對他朋友 對他自己 雖然那件事不是發生在他身上 但是他那個朋友 和他看著這件事在他眼前發生 令到他的人生很大改變 令到他很大的震撼 所以他這齣電影開始的時候 已經過了很多年 但是這麼多年來 他都繼續在做這件事 就是他會去找出那些會傷害 性侵 又或者是 date rape 那些 其他女性的那些人 然後就去懲罰他們 故事大概是這樣 他這齣電影 其實是很豐富的 他不只是說關於復仇 這個也是說很多關於這個女生 所以他的內容有很多其他 但是我不想說太多 純粹就是 他是有更加多的 我對這齣電影 我是沒有什麼投訴 但是我可以說幾件 我自己是相當欣賞的東西 我覺得這齣電影 我很喜歡他不 preachy 他是處理一個很認真的 topic 他認真地處理 他用一個認真的態度去處理一個認真的 topic 但是那個過程 我沒有覺得他在講道 我沒有覺得他在說教 他的 presentation 不會出現有一個人 然後就長篇大論 講很多東西 然後給了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好像justice league那些 就是他沒有 但是他不是說 take a compromise 他裡面的訊息含量其實是高的 因為他在這些 topic 和討論裡面 經常出現的 argument counter argument 其實他有提出來的 其實他沒有拿樓攤 但是因為他的 presentation的方式 他處理得好 所以感覺上 雖然他已經是扔了很多信息出來 但是你不覺得他在向你講道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女主角 他很confrontational 當他有一個敵人的時候 他會兜口兜面 去那個人面前 直接跟他說正面抽擊 他不是吵架 他不是吵架 但是他會很直接 去跟那個人對質 然後他會把他的理念 就是他相信那一套 然後他透過一些計劃 或者一些安排 就是他做出來給你看 所以在畫面呈現上 就是不會出現 就是他很長的 說一大堆東西 是沒有那些 而是你看他在畫面上面 做出來 然後你就心令神回 我覺得這樣的 presentation方式 是很effective 還有就是要有 精心安排過才可以做得到 我覺得是處理得很好 就是我覺得這些的部分 還有就是因為 因為剛才說的那個元素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 是相當之有娛樂性 就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是說 就是我覺得是特別 就是那個女主角 就是當他 去對其他人復仇的時候 就是那些部分是最有娛樂性的 其實不是說只是看 說別人抵死 而是因為他很confrontational 他跟別人正面交鋒 所以雖然他是沒有打架 流血 斬人 沒有那些畫面 但是其實是很刺激的 其實是 我看這齣戲 我覺得他比看QBio更刺激 我是喜歡QBio的 但是我覺得這齣戲 那些的部分 就是他沒有打架 沒有動作 但是他呈現出來 他拍出來 我覺得是 至少是好像QBio一樣 那麼刺激 就是那些動作畫面 就是好像那些動作畫面一樣 那麼刺激 雖然他裡面沒有動作畫面 我覺得很刺激 很多位 那個女主角我也非常喜歡 Carrie Mulligan 其實在這齣戲之前 我不是特別喜歡他 我不是因為有Carrie Mulligan 所以我要找這齣戲 我不會這樣 我對其他女主角 我會這樣 我對他不會這樣 我之前看過一些電影 是有他 我也覺得他是挺好看的 就是我喜歡看他做 Never Let Me Go 我喜歡看他做 Shame 裡面那個做妹妹 不斷在那裡誘惑過阿哥 哈哈哈哈 是好看的 在那些戲裡面 但是我也看過其他戲 有他 我是覺得不好看的 那些什麼Wall Street 那些 那些 但是有些戲是好看的 但是我對他是OK的 但是在這齣戲裡面 我覺得他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他是超好看的 這齣戲就是那個Margot Robbie 他有份做監製的 好像都說過 本來有可能是他做 但是我 其實我也喜歡Margot Robbie 但是我 但是我幻想不到Margot Robbie 可以做得好 就是現在這個女主角 真的很好看的 這個角色是很適合他做的 就是例如某一些的位置 他脆弱的時候是make sense 就是你覺得 其實他都很fragile 就是他表達到出來 但是某一些位置 他是很tough的時候 他又做到 很confident 因為他有些位置 他不會和人打架 他也打不過人 他不是Qbill 但是某一些位置 例如其中一幕 有些男人在街上撩他 然後他不說話 他就這樣挖住他 然後嚇到那些男人走 就是 你拍那個 你可以拍出來 就是那個事情 那個經過 你可以這樣拍出來 但是 你要拍得好看 還有就是 你看完 然後那個觀眾 是覺得 是make sense 如果在街上有個人挖住我 我都會掉頭走 這樣就不容易 是他 是他很confident 就是這樣做到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做這個角色很好看 在這齣戲的時候 去到某一個位置 我甚至乎覺得 這個角色 我覺得比起之前看的 Wonder Woman 更加像超級英雄 一路看著他 怎樣去追蹤那些人的時候 追蹤那些 辜負了他以前朋友那些人的時候 是很刺激 很想看到他能夠復仇成功 去到那些位置 差不多是看到熱血沸騰 真的 還有我都很喜歡那個Ending 在網上 我看到有其他人 就是談那個Ending的時候 有些人就不喜歡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歡 就是我覺得 我甚至乎 有幻想過 如果他的Ending 不是這樣 而是 合乎預期 就是我幻想的 純粹 我覺得可能這樣反而沒有不好 因為他這齣戲 他是 再次一個提醒 雖然他拍出來那個Tone 那些顏色很Bright 很多色彩 很光猛 就是你就這樣看他的那款 不是一齣很黑暗的電影 但是其實他是說一些很黑暗的Topic 他有輕鬆的地方 但是這齣戲也不是一齣Comedy 不是一齣搞笑的戲 就是他是 就是要走適合那個Tone 那個的路線 在結尾的時候 但是同時 他又保持到那個電影去到那個位置 就是他不是說 去到那個位置 借了 他去到那個位置 他還是很Energetic 那個Hel 就是你仍然是感覺到很有 充滿能量 我仍然感覺到 所以我覺得他的Ending 沒問題 我覺得 但是我可以怎樣理解 為什麼有些人不喜歡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那個Ending 沒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不錯,我覺得合理 這齣戲我十分推薦,我覺得這齣戲由那個角色、電影本身,乃至於他的娛樂性 我覺得這齣戲的娛樂性是極高的,很好看 然後在娛樂性裏面,那些演員和故事,乃至於他的訊息都是最高的 所以各樣東西都是錦上添花,所以我給他的評分是A,我是十分推薦